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不守妇道的寡妇 在我小的时候呢 我生活在一个小山村里边 这山村里边也没有多少人家 其中呢有这么一户母子俩人生活着 母亲姓王 儿子叫贤良 在孙子里边也没什么事干 整天呢上山上去砍柴去 在我们村子后边有一座大山 他每天就在这山里边砍柴 等到了贤良该娶妻生子的时候 这母亲拖着眉婆 给贤良找了一个媳妇 这媳妇名叫翠儿 一家人过得也算是幸福 可是这样的生活呀 没过多久 贤良有一次上山去砍柴去 突然之间就是一脚踩空了 掉下了悬崖摔死了 王氏呢 一直处在失去儿子的悲痛当中 久久没法释怀 而这儿媳妇翠儿 却对王氏抱怨的说道理 我命咋那么苦呢 啊 我嫁给你儿子没多久 就成了寡妇了 而且还辱骂王氏 街坊四邻的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就说呀 说这儿媳妇儿 你对着王氏好一点吧 要不然会遭报应的 可是这儿媳妇翠儿不听劝 竟然还打了王氏 甚至还不守复道的 做出了对儿子不忠的事情 王氏性格软弱 只能认着他胡作非为了 可是即便是这样 那是愈发的纵容 直到有一天 这翠儿把王氏的东西打了一个包裹 对王氏说 从今儿开始啊 你到外边住去吧 说着就把王氏推出了门外 那么呢 包裹扔在了地上 立马关上了门 这年过七旬的王氏呢 能上哪儿去 在家里边 有家却不能回 四十王氏蹲在家门口上 顿时就感觉到委屈得很 可是又无可奈何 眼眶里边闪出了泪花来 那一滴滴的掉落到地上 最后这王氏 抹了抹眼泪 沾起身来 拿着包裹 离开 被赶出家门的王氏 找了一间荒废的破庙 来当做自己的家 这每天依靠着乞讨来过火 赶上这么一天 王氏乞讨回来呢 走在在破屋的土路上 这时候天已经黑了 这走着走着竟然迷了路 王氏被一个东西 给绊倒在地 等他起来再看那东西 顿时就吓了一跳 那居然是一具 白森森的人骨 王氏哆哆哆哆的爬了起来 他继续的往前走 也没走几步啊 又停下来了 心想着 这人已经死去多时了 这尸骨却没人埋葬 我就这么走了 实在是于心不忍 那我就把他的尸骨 往他入土为安吧 王氏又转过头来往回走 这王氏是一个心善之人 他放下了手里边的破碗 恭恭敬敬地对那个白骨 磕了个头说 我并无恶意 只是见你死后啊 尸骨裸露在外 着实是可怜 我现在帮你把尸骨 埋入土里 希望你早日投胎去吧 说完 这王氏找了一个地方 挖了个坑 把这白骨放进去 然后呢 找来了松软的土 为他掩埋掉 做完了这一切 月亮钻出来了 找得大地明晃晃的 王氏很快又回到了 原来的那个破庙 可是等到了半夜的时候 忽然之间外边 刮起了一阵的阴风 把这大门就给吹开了 这个时候 王氏被这大风吹醒了 摇摇晃晃地走出去 关门 等他转过身来 一屁股就坐在地上 因为他看见面前 飘着一只鬼 那鬼的两脚 飘浮在半空当中 皮头散发的 吓得王氏不知所措 顿时就没了睡意 可是那鬼 对他并没有恶意 而是对他说 婆婆 不要害怕 我是来感谢您的 这王氏颤抖地说道 这 这从何说起啊 我就是婆婆 刚刚埋葬的那具荒野白骨 只因我生前回来的途中 遭遇了劫匪 洗劫了我的钱财 还夺去了我的性命 结果 我的尸骨 就被暴尸荒野了 死了之后 我一直没办法投胎 偶尔路过的一些人 看见我的尸骨 不不躲得远远的 即使不惧怕 多看两眼 也就走了 多亏婆婆 将我的尸骨 埋入土中 这时候王氏 站了起来了 这 这没什么 我当时 也是迷了路了 恰巧看到你的尸骨 只是顺便 将它埋入土中 我本想去地府投胎的 可是 赶您有恩于我 我必须要报答于您 婆婆 有什么事情 需要我帮忙的 您可以跟我说 我可以帮助婆婆去完成 王氏叹了口气 于是就把自己的遭遇 和这鬼说 那鬼听完了之后 生气地说 天下竟然还有这种人 婆婆您放心 您明天就可以回家去了 以后 不会再有人骂您 打您 让您离开家了 说完 那个鬼就飘走 等到第二天的晌午 王氏回到家中 推门进去 看见自己的儿媳妇 跟一个男子死在了床上 这街坊四邻的文讯 赶了过来 看着了这个场景 大家都说 这真是恶有恶报啊 但是王氏心里边明白 肯定是昨天晚上那只鬼 把他们给杀了 后来 这王氏在街坊四邻的阶级之下 活到了九十多岁 才去世了 大家呢 才给他买了一口棺材 好好的鞍脏 好了 这就是不守妇道的寡妇的下场